你覺得如果買樓來做投資 你覺得投資價值是沒有的 直播樓是比較低的 是零的 即是你會零 尤其是豪宅 豪宅你如果不是自住 你千萬不要買 人們在2010、2011買的豪宅 6千多萬的 到現在剛剛這個月有兩單成交 就賣了7千萬 當你是完全沒有花費 你都是賺8百多萬 那6千多萬賺8百多萬 7年時間 好多東西都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都會 prefer 買舖位多些 因為現在那些人叫做底的 那些小價格樓 500萬 租到15000 然後又說有三厘 那三厘你還沒計 差甲管理費 維修物業 那你其實到手來講 未必有三厘的 中水量投資 那些人兩三厘都覺得好的 他就值得去投資 我經常說 兩三厘可以買股票 我急著坐在這裏等收錢 一年四利息 但是我們買舖不是 買舖通常 一般就是你給他一個殼 那你什麼都不用理 你不用裝修 是他自己搞的 然後租完之後 就拆給你一個殼 你便租給別人 那其實算來算去 都是值得的 投資算是回報的 很現實 都說了 現在我租樓 都不知道多麼風光 兩億的樓 租八萬到十萬 兩億的樓 你要付一億首期 你供個數也供死你了 那選擇物業投資和自住方面 你會有什麼考慮因素 自住要求較高 其實投資 其實這麼多投資的東西 我其實是大部分是沒有進去的 那買這個單位我都沒有進來的 那發展商登報紙說賣 那時候是很差的 市場好像擠牙膏這樣 便宜一個便宜一個這樣 我就馬上去簽約 簽了去律師樓 給了錢 才第一次開門進來這裡 為什麼會這麼夠膽呢 我們買樓不用看的 你全部是拆過裝修的 那你最重要是知道大門方向在哪裡 那後來我到投資商舖了 更加沒得看 是不是 我們正在做生意 你不可以說我進來看看 可以嗎 那我們全部沒有看的 就是看圖織 就是看人流 覺得它回報率夠我們便買 風水在你選樓 以及在你投資上 真的有… 投資不用看的 投資什麼都不看 只是看回報 是我自己用的東西 就會去看風水方向 可以嗎 你不要買選材雙丁 那你不是選材雙丁 其實其他都可以的了 但是投資我全部是計回報 推測那個租金潛力的升幅 有多少有沒有潛敵 因為如果沒有加租的潛力 你的店舖就沒有前途 那所以你最重要是計 那個店舖 計算它有沒有潛力 那買店和買樓的好處呢 買樓就很容易計算的 是人都知道的了 你因為你不是個別的東西 你這一棟樓 有多少個單位租出來 多少個賣出來 你賣多少錢租多少錢 是沒得猜的 但是你店舖就好笑的 那譬如我買一個最成功的位置 就是在西尼街 那它買的時候 無論是銀行也好 地產也好 它都估計應該最多是租七萬 或者一百萬 那我就眼一看 沒有理由 它起碼都超過十幾萬以上 那我一個第一個出去 就已經租到十一萬五 十一萬五 那你十一萬五的租金 和七百萬的租金 你買的價錢 可能是增成百分之五十的 因為你是計回報 而看賣價的 那變成我的賣價 就買便宜了很多 那你講到 講起雙舖的問題 就是其實過往那幾年 雙舖的次度比較差一點 就是看到 核心地區也好 看到很多吉舖 或者甚至短租的情況出現 那麼今年 上半年開始就好一點了 就是看到那個舖租也升上去 那你見到這個情況 你覺得是不是見底呢 見不見底 我就不知道 開始有一點點意願 值得投資我就知道 因為過去那五六年左右 簡直是完全不用看的 是完全沒有東西值得投資的 開了的價錢 都是離地 非常之不現實的 但是現在開始有一點點現實的 因為最近一個成交 市山頓街 它好像八百尺加八百尺 租在八萬八 那本來業主叫五千萬 減到四千萬 最後成交三千七 那你三千七 租到八萬八 那還有加租潛力 也有數計 但是以前不是 以前他真的開五千萬的時候 租八萬八 你計不到數的 你自己有沒有留意開哪一個地區 有沒有興趣想再入市呢 都有興趣的 不過不夠現金 因為你現在不是給三成首期 你直接要計 那個袋有多少錢 你只可以買多少錢的東西 因為我們又不會只是財務公司 所以其實可以買的東西很少 那在選擇商店方面 你會有什麼準則 或者會看什麼因素呢 一定要自己很熟的地區 我就正是最熟 中環SOHO一帶 那所以買店 全部都混繞那個區去買 我以前試過買一個 沙歐灣東大街 我買了的時候 是五百五十萬 那那個業主 就給我租兩年 那二萬五 那我有數計 那兩年之後他走了 我真的放了半年都租不出 那以前又沒有錢 那你每個月 要勾幾萬元出來 那你每個月偶偶不行的 那終於 我都不等了 就賣了七百五十萬 好像 亦都知道 你在商鋪方面 亦都很有投資經驗 那其實接下來的 商鋪市道 你又怎麼看 最好的地段 要是做民生的東西 因為你鋪的價值 有機會是遞減的 因為現在全部是電商 那很多人上網買東西 根本不行鋪的了 所以其實它都是兩極化的 如果鋪你最穩陣 要是商場自己可以鋪帽 因為你做飲食 那其他零售那些 其實都幾棘手 那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因素 你會想留意市場要關注多些 我現在不關注的了 現在股票我又等它跌 樓價我又不理它 因為樓價你升和跌 已經不關我的事了 我已經不投資了 那股票來講 你和我都是 到現在 真是賺的那些 已經都在袋子了 不賺的那些 都不適而追 變了現在其實 一百是等跌的年 今天謝謝蘇師傅的分析 節目時間差不多 才談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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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